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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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丸桐 快追呀, 老丸桐 等等我 追上我去送給你 老丸桐 你… 快追呀… 追呀, 老丸桐 你別走 風車轉得快 不用欠人債 有病好的快 你快點還給我 再玩一會兒送行報 別弄壞了, 我弟弟送給我的 看你臉拉得這麼長 還給你一個, 有甚麼了不起 老丸桐, 你行行好 在大街上又追又叫的 成何體統 老叫花子, 竟敢教訓我 你是甚麼人 甚麼人 洪七公是前任丐幫幫主 又是現任丐幫幫主的師父 總之, 怎麼也比你老丸桐強 臭丸桐 你別這麼得意 說不定老叫花子 徒徒徒孫看見你 他就搖頭 不認你做幫主 你… 榮兒, 榮兒 師父 這地方已經是鄭州了 我們丐幫有好多弟子在這 你說如果給他們看見你是這個樣子 以後你怎麼能服眾呢 還給我 盤給我 你… 金哥哥 別再跟他玩了, 我們走 我就是不給你玩 你別這樣, 大哥會生氣的 金哥哥 你沒事吧? 你這個人走路不長眼睛 對不起… 這個人真霸道 靜兒, 甚麼事? 師父, 這個人很兇 撞倒了人, 還要罵人 糟了…我的錢袋不見了 金哥哥 一定是剛才那個人偷的 一定是他 快追 過去看看熱鬧 好… 你別走 把錢袋還給我 你還敢向我要錢袋 你知不知道我是甚麼人 你是誰?這麼囂張 你站穩一點, 別嚇壞了你 我是丐幫弟子 甚麼?你是丐幫弟子 年輕人, 別在這兒吹牛了 會條大牙的 看你這麼漂亮 哪像丐幫的弟子 所以說你們有見識嗎? 丐幫有靜一派的嗎? 甚麼靜一派? 把狗眼睛睜大, 看清楚一點 既然你是丐幫弟子 見到洪七公幫主 為甚麼不行禮? 這老傢伙就是我們洪七公幫主 我說他倒像是個老王吧 你說話小心點 算了… 把錢袋拿來 我不給 給不給 不給 給不給 給就給嘛 拿來 拿 我會叫我的兄弟們來收拾你們 這個混蛋 我說老傢伙 你的徒子徒孫就這樣 我看你就冒火 要不是給你面子 他就變成肉餅了 師父 師父, 你說帶蓉兒去見那些長老的 為甚麼又到這兒來了? 想不到我在長梅山養上才短短的半年 蓋旁軍人搞成這樣 師父 所以說樹大有枯枝 足大有乞丐嗎? 這些事是在所難免的 你看看 你們看看剛才那個混蛋 橫行霸道的樣子 一定有人縱容他們 我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我們蓋幫身居藥味的頭頭 在那兒和他們同流合污 那就糟了 師父, 那你想怎麼辦? 蓉兒 你暫時先別見蓋幫的長老了 我們暗中把事情調查清楚之後 由我清理蒙古 靜兒 在 來 我讓你幫我做件事 甚麼事? 我要你打扮成要飯的混入蓋幫 看看是不是有人胡作非為 是 扮要飯的, 挺好玩的 我也去… 不… 靜哥哥去做正經事, 不是去玩 我現在不正經 讓我去 如果不讓我去 我去蓋幫就把他接住案 好了…你去… 靜兒, 小心點, 聽見沒有? 我知道了 謝謝…太好了 師父, 那我呢? 蓉兒, 你暫時留在這兒 讓我把我們蓋幫的規矩和你講清楚 順便再教你打狗棒法 可憐…給點錢吧… 你老叫話得真夠嗆 我腳都走軟了, 看不見小藥販 我們怎麼混進去? 真奇怪, 整條街一個藥販都沒有 我知道了, 他們一定會撿到黃金發財 全都改號了 大哥, 你還說笑話?我們在做正經事 正經事? 到那邊去看看 好… 走得累死了, 哪去找?先坐一會兒 你們倆是不是無衣幫的弟子? 是…你看我們倆這樣 就知道我們是無衣幫的了 那行了, 跟我們回去 幹嘛跟你回去?你喜歡我們身上的味 你別這麼啰嗦 請問三位, 有甚麼貴幹? 少廢話, 跟我走 大哥, 不要再打了 我們假裝受傷混入丐幫 對 我剛才打理的時候把頭撞暈了 暈了… 暈了… 我也暈了 抓住他 好… 彭長老, 我們抓住兩個無衣派的人 看你們倆這個樣子 也是剛剛加入我們丐幫 沒多久的 是, 早上加入的 跪下 你們倆馬上換換衣服 從此脫離巫一派 加入我們靖一派 兄弟, 有新衣服穿 可別不穿 彭長老, 無論巫一派也好 靖一派也好, 都是丐幫 你為甚麼要強迫我們加入靖一派 你們剛加入我們丐幫 有所不知 是, 靖一無衣兩派 雖然同屬丐幫 但是一直都是隨和不相容 我們靖一派最討論那些 又臟又臭又犯的 如果你不加入我們 就是我們的敵人 彭長老, 恕我多言 既然大家多屬丐幫 那又何必分彼此互相殘殺呢? 大膽, 你是甚麼人? 有甚麼資格教訓我 彭長老, 這兩個人刑機可疑 說不定他們是巫一派派來的奸戲 我們不是奸戲, 我是忠的 是 來人 算 暫時把他們關起來 我對付了顱有腳後 再回來慢慢收拾他們 是 挺辛苦的 大哥 現在一點消息都沒有 你還在那玩? 又沒得玩又沒得吃 真沒意思 軟綿綿 老伯, 你沒事吧? 你們… 你們也是給他們抓來的 一棒的弟兄 是… 我們永遠也不要屈服 我們要永遠都忠於洪幫主 跟魯長老他們 是 小兄弟, 不要怕 魯長老很快就會帶著 巫一幫的弟兄們來跟他們交涉 魯長老一定會把我們救出去 巫一幫的人會跟他們交涉 他們甚麼時候來? 你們不用著急 我想他們很快就會到這兒來了 大哥 這件糟了 糟了 要是一會兒兩派一言不合 一定會打起來的 那…怎麼辦? 這樣吧, 我在這兒阻止他們 你回破廟, 請師父快來 不行…你去叫胡濟公 我在這兒阻止他們 不行… 你… 不用說了 我的樣子長得好 他們見著我不會打的 那就這樣吧 我們分頭行事 好 你弄錯了 我先走了 你慢慢享受吧 兄弟… 你們不必向我行丐幫的大禮 我根本沒有承認你們是我們丐幫的弟子 你… 你這次帶這麼多人來 到底甚麼事? 好 我就開門見山的和你說清楚 這次我希望彭長老 馬上把我們弟子放了 放了他們 那你上次打上我十八個敬禮派的弟子 這筆贈應該怎麼算? 他們犯了幫規 我們只不過替洪幫主清理門戶 那你們就是公報私仇 你… 馬上放他們 大膽 你有甚麼資格命令我? 除非是洪幫主親口來求我 你… 走開 你們還不走? 你… 你不要欺人太甚 你想怎麼樣? 好… 看這個樣子 我們兩派的恩怨 要在今天好好算算 好 原來你們今天來的目的 就是想來打架, 是嗎? 我真想不到 你一點丐幫的情意也沒有 打 你別打了, 打了 你別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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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了 你別打了 你這樣子 應該是你… 你… 甚麼東西? 七尤城裡連叔父也敢打 方規第十八條 身為幫主, 必須要在每個月的上旬 居住在敬一派的分舵 可以穿普通的衣服, 享受美食 至於每個月的下旬 一定要住在烏一派的分舵 要和所有烏一派的弟子一起行旗 要和其他一派的一派的 怎麼有這麼古怪的規矩? 這條幫規是我當幫主以後才訂出來的 因為歷代以來 烏一靜一兩幫一向不好 我為了防止他們爭寵起見 所以才訂了這個幫規 那我只盼著每個月的上旬, 不盼下旬 不盼下旬 容兒, 身為幫主, 必須要一視同仁 你一定要記住我 我當幫主以來 雖然沒有做過什麼大事 但是最值得我欣慰的就是烏一靜一兩幫 從來沒有鬧過內訢 我玢木侍化 generations 你們身王滑 een靜一靜衝 算你可惡 你ficiente的衝撲 我就能玩 нар手 ... 師父, adan 韓龍棍伐怎麼樣? 還不錯, 不過缺了一點力度 來, 你現在試試進攻我 師父… 京兒, 怎麼了? 糟了 到底怎麼回事? 改邦巫一派, 京一派正在互相殘殺 跟我來吧, 師父, 走 大哥… 大哥… 我叫你勸他們別打, 怎麼弄成這樣? 他們全都火冒三丈, 哪兒勸得了? 老焦花子, 裡面還打著呢? 老焦花子, 你們還記得我是幫主嗎? 記得我臨走的時候, 千叮叮萬嘱咐 叫你們和睦相處, 受望相助 你們難道都不記得了嗎? 幫主, 你有所不知 老焦花子, 趁您不在這兒的時候 欺凌我們京一派, 還打上我們十八個弟子 幫主, 彭長老縱容他的手下 胡作非為, 他們犯了方規 聞著無可忍才教育他們 你胡說 誰胡說? 住嘴 真是羨慕的 短短半年的時間, 居然搞成這個樣子 幫主, 別再說了, 你們先出去吧 現在最要緊的是救那些受傷的弟兄 然後再回到這兒聽好我的法羅 是 老焦花子, 你這些徒弟真是聽話的 老頑童 師父 歷代祖師爺在天之靈 我洪氣功真是愧對你們 你們把丐幫交給我 我不但沒有把他發揚光大 還搞到如此地步 各位祖師爺, 我真是對不起你們 師父 你哭了 沒有, 我沒哭 明明是他們不對, 跟你沒有關係 不是, 全都是我的錯 你別這樣, 師父 你全都怪我 這麼多年來, 我太過膩愛他們 就算他們做錯了甚麼事 我也顧惜他們 我在的時候, 他們還不敢放肆 但是我一走開, 他們就搞成這樣 師父 蓉兒, 你一定要記住 千萬不要學我這樣 你必須要做到賞罰分明 為病重才行的, 知道嗎? 蓉兒 我知道 你這麼想, 我就要你擔當這麼重大的責任 這確是難為你了 但是蓉兒 看在我的份上 答應我 要把丐幫重新整頓 發揚光大 師父, 你放心吧 蓉兒一定盡力而為 你不要太難過了 我們出去吧 報告幫主, 受傷的弟子已經治療了 請幫主按照幫規處罰我們吧 我已經不是你們的幫主了 我無權處罰你們 為甚麼? 因為我已經把幫主的職位 交給黃蓉姑娘 她才是你們的幫主 幫主, 春秋正盛, 如日中天 您為甚麼要捨棄我們? 請幫主以本幫為重 幫主, 幫主要三思 是 我屢次遭到歐陽鋒的毒手 雖然經過幾個月的苦練 但是我的功力只剩下五成 我沒有用 就算幫助武功全師 我們該幫所有的兄弟 照舊擁護你的 是 華山論劍之氣越來越近 我想盡快要恢復我的武功 所以我要找一個僻靜的地方 閉門修煉 我擔心沒有空照顧本幫的幫主 幫主 幫主 在 你們縱容弟子, 私盡同門 所犯非清 今天我將你們為護法 除去長老職位 你們服不服? 服 魯長老, 王長老 在 你們形勢魯莽, 不顧大局 現在把你們從九代長老 變成八代長老 謝幫主 好了…你們可以起來了 是… 我還有一件事想請你們四位幫忙 齊公本君父 就是本幫的治保律禦帳 因為中途失落 所以黃姑娘手上並沒有任何信物 我希望你們四位能夠陪黃姑娘 上粵州參加宣援臺蓋幫大會 將我傳位於黃姑娘的事 公布天下 是… 希望你們四位能夠協助黃姑娘 將本幫發揚廣大 是… 好了, 沒事了 你們可以出去了 是… 師父, 我罰得對不對嗎? 你做得非常好 你這個幫主還挺威嚴的 當然了 蓉兒, 現在我可以安心地閉門修煉了 請 蓉兒, 蓉兒 蓉兒, 坐下 大爺, 是這個發財錢嗎? 這麼巧, 蓉兒 不應該叫你蓉兒 蓉兒長老, 應該叫你為蓬兒復法才對 蓉兒長老, 他是無一幫的人 你不能打他 混蛋 我蓬兒某人就是要教訓你們這些傢伙 蓉兒長老… 誰? 蓉兒, 陸人 你不能打野 蓉兒 羅? destabil兒 有市民權嗎? 這裡是你給我嗎? 羅? 發財 話 這對人 charging 他會被打我 這麼愛 還不色 楊老, 我真的沒有 以前是群龍無首, 所以才讓她胡作非為 現在有黃姑娘主持大局, 賞罰分明 我不信有人敢再犯崩歸 我們走 今天和往日不同了, 彭護法 豈有此理 張老, 這就叫胡羅平洋被犬欺 如果在以前, 我早就打他了 巫醫派…拿著雞毛當令箭 還有那個黃蓉沒有登位 就當著自己是幫主了 對了, 還有甚麼理由把你建為護法? 你說完了沒有?馬上滾 我也是就事論事嘛 快走 快點, 老舅花子 行了, 你別在那瞎吵吵了 在四位長老之中 要算靜一派的彭長老最討人喜歡 巫醫派的魯長老最容易得罪人 不過話說回來, 他們完全沒有惡意 所以你不可以以貌取人 還有… 行了…你知不知道 你已經講了九十九次了 是嗎? 師父, 是不是擔心蓉兒老想著玩 不管正事, 搞得丐幫一塌糊塗 哼, 你…師父不會的 我一定會用心照顧你的徒子徒孫 有我在這兒, 保證他們全都肥肥胖胖 這就對了 你記住, 你對靜子要好一點 別老氣他 老叫花子, 人之將死才會像你這樣 啰啰啰嗦的 有事留著臟盆的時候說 你看看天都快黑了, 又要下雨了 蓉兒、靜兒, 你們倆快回去 不用送回了 那我先說明, 這個幫主 我是暫時替你做的 等你好了以後, 我還給你做 傻丫頭, 這個幫主的職位 很多人想做的做不了, 你真是… 不是看你人好才幫你做的 甚麼掌門幫主, 有甚麼好做的 大哥, 幹甚麼? 那老叫花子太啰嗦了 我睡了一覺他沒說完 你看看, 他抓住蓉兒的手 還在那兒說個沒完沒了的 好了…你們先回去吧 靜兒, 回去吧… 走 你就是蓬長老嗎?不錯, 打 快…快… 你是甚麼人? 為甚麼蓋王的綠玉帳在你的手中? 你真是… 在下就是大金國的趙王王子 萬一炎康 向蓬長老你請安 金高 我… 我… 在下素養蓬長老 在蓋幫中德高望重 呸 快把綠玉帳交出來 馬上放我走 放你? 我們蓋幫在江北一帶勢力龐大 如果你敢傷害我一根頭髮 蓋幫三十萬弟子 隨時可以讓你們金狗雞犬不靈 不錯 在下知道貴幫對我大金國舉足輕重 所以今天冒昧請蓬長老道此一句 這樣叫做請嗎? 貴幫和我國不合 每當我軍南下之際 貴幫總是在我軍後方搗亂 暗殺將領, 燒毀糧倉 無所不為 殺敵除劍, 除暴安良 乃是我們蓋幫每個弟子應盡的責任 尤其是對你們金狗 難道好客氣嗎? 好 好一個滿口仁義的民族英雄 你似乎已經把殘害同盟 縱容弟子欺壓百姓的醜事 都忘得一乾二淨了 不過小王最重用人才了 只要你有本事 我不會管你的私事 這就是我和黃蓉最大的區別了 堂堂一個男子大丈夫 竟然聽命於一個乳羞未乾的黃毛丫頭 你不覺得那是耻辱嗎? 你不用跳過離間 你到底想幹甚麼? 好, 我也不跟你拐彎抹角了 我想讓你助我當蓋幫的幫主 真是荒謬 我彭某人也想當蓋幫的幫主 要洪七公肯讓位才行 我有綠玉杖在守, 自然有辦法 只要你彭長老肯幫忙就行了 背叛了 背叛丐幫的事情我絕不會做 好 好 那就隨便你 何況 我也不喜歡勉強人 你要做民族英雄嗎? 行, 沒問題 甚麼?害怕了? 彭長老, 是問你在丐幫出生入死 對洪七公忠心耿耿 到底得到甚麼好處呢? 彭長老, 只要你肯幫我的忙 不但這些黃金是你的 我還可以向你保證 將來蓋幫一定是你的天下 彭長老, 你考慮 不知道洪幫主是怎麼想的 怎麼把丐幫交給那個黃毛丫頭 她還那麼小, 而且是女流之輩 怎麼可以擔當這個重任呢? 你說這麼多幹甚麼?來… 先喝一杯… 不喝了 好, 今天晚上不醉不休 來… 不喝了, 明天一早 還要趕路上越州, 不要喝醉了 我還不在乎 就熬了 我快去吃酒了 甚麼好 parece 我快去吃老兄 我快去吃老兄 我可以吃吃老兄 就殺了它 我快去吃老兄 快點, 走 陳陣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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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開我 上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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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走, 走 走, 走 魏長老, 你沒事吧 走… 中弟子, 追 汪老弟 汪老弟 那邊看看 是 明天我去起征上越州 你們把事情辦完之後 就來跟我會合吧 小王爺, 那穆姑娘她… 她跟我一起去 這麼晚還沒睡 怎麼成天見不到你 你上哪兒去了? 這個問題不回答可不可以 你這麼緊張幹甚麼? 好…我告訴你, 我剛才去了蓋幫 你去蓋幫幹甚麼? 讓胡錡公收我做徒弟 你…你又在搞甚麼鬼? 知夫莫若妻, 果然不錯 當時在牛家村殺了歐陽客 我就擔心事情要是敗漏了 歐陽風肯定會把我碎屍萬段 所以我現在一定要找一個靠山 況且我加入蓋幫 另外還有一個目的 康, 為甚麼你還不明白? 難道除了害人的事 就沒事好做了? 念慈, 你想到哪兒去了? 我只不過不想做一個普通的賤民 讓人家宰革 我一定要在江湖上稍有名氣 然後再恢復我本來的身份 不再回到完顏紅獵的身邊 靠 念慈 這是我陽明立萬的唯一好機會 洪七公肯受你為徒嗎? 就是不肯 所以我在那兒跪了一個晚上 活該, 誰教你錢做了那麼多壞事 幸好最後郭靖給我說了個情 是真的 七公終於答應我做徒弟了 不過是掛名的徒弟 他說要觀察我一段時間 才肯教我武功呢? 他教我馬上去越州替他打點一切 他說七月十五 要在宣援台舉行那個丐幫大會 康, 難得洪七公不計舊事了 你以後要好自為之 是 我們丐幫一向以懲花壞人為己任 給人家接院也是在所難免的 這次事件 一定有人向本邦報告 企圖行刺幫主打擊本邦 我想不是這樣 如果我估計得不錯 那些人是追殺你 襲擊我只是掩人耳目 一點不錯 如果那些人存心想殺戎兒 那應該是有備而來, 志在必得的 但是剛才那四個人似乎是無心戀戰 還有, 追殺你那三個人的武功 比追殺我那四個高一倍以上 他們為甚麼要追殺我呢? 那要問你才明白 陸長老, 你這樣說甚麼意思? 你們不要鬥氣了 無論他們要追殺的是誰 總之對本邦不利, 我們也不能大意 但是對方的手法乾淨俐落, 招式古怪 看來存心隱瞞本身武功的出處 我們是很難查的 王姑娘, 事到如今 我還是先到越州去回來再說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